快步走出地劫面對提問全程不發異語 柯文哲政治獻金被爆出假帳怡雲 他就是負責的會計師段木正 他會覺得被民眾黨背叛 柯文哲現在把責任都推給你 會不會覺得很委屈 會不會覺得很委屈 過去曾經承辦民眾黨選舉活動的 十樂公司表示 沒有開立其中三筆總共916萬人的發票 另外還有1300萬人的經費 疑似以授權的方式 轉入木可公關公司 直到晚上台北地檢大動作 搜索木可公關公司 端木正事務所等其處地點 並約談會計師端木正 木可公關公司負責人李文娟 會計何愛婷 還有柯文哲競選辦公室的財務長李文宗 以及其他負責人總共6人 進攻博業服務訊後 因為在文書最嫌端木正200萬人交保 但他表示酬不到這麼多錢 檢察官降保為100萬人 而李文珍是150萬人交保 兩人都得要限制出海出境 接受科技監控 而公司會計何愛婷 50萬人交保 其他人則是 吳寶請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發出汇报 發出汇报 發出汇报